沒有什麼機會接觸自己的 部落自己的文化 那我覺得這是 對我來說是一個開始 對著大家說出這幾天的 學習感受 不讓台東跟高雄兩地的布農族青年 聯絡感情文化交流 台東沿平鄉布農族青年 來到高雄納馬夏 與當地的青年共同舉辦暑期交流營 原來不一樣 透過實際踏查拜訪地方人士 不僅了解納馬夏多元族群的歷史 更透過課程加深對布農族文化 世界觀的了解 我已經在研品已經學習到 在這之前已經學習到 很多布農族相關課程 然後我認為我可以把這些 我所知道的帶來讓 納馬夏的朋友們互相了解 我們其實有什麼圖騰什麼之類的 就是板栗什麼的 對 所以我們使命可能就是 我們要延續這些 可能快要疑似的文化 我們就好好的把它傳承下去 好好的去學習 專心聆聽學員們的成果報告 將建議一一吸收 那馬夏區長期待 兩地的青年能在這幾天的交流中 相互學習共同為民主的未來來努力 四天三夜他們也學習的 收穫的非常的多 那這意義非常的棒 我們是會 日後如果說還有機會 我們會全力給予支持 讓年輕人的一些想法 化為更具體的一些作為 我希望這幾天呢 就可以化為他們心中一個種子 帶回去發芽跟茁壯 而且可以讓他們更認識自己 我希望他們先認識自己 先愛上自己 才會去愛上自己的文化 文化傳承需要注入年輕的力量 學習過程中同樣也是在認識自己 期待回到各自的部落後 這些天的養分都能使學員們繼續成長 而新聞老BOSS高手那馬夏採訪報導